Excel的使用上面有非常多的人 只是把它拿过来做一些简单的资料 放进来之后做一些 例如说复制贴上 也不处理 反正就直接做一个自以为是在做分析的动作 那分析完毕之后呢 这个资料因为没处理 所以得到的分析结果呢 是对的吗 那所以我看到非常多的人 很多就是分析完毕的结果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就回来去想说 那为什么拿到资料不去做资料分析 所以其实在最沿途的地方 资料出现了处理上面的问题 所以就不处理了 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Excel入门应用 我还是希望花一点时间来告诉你们说 资料处理是很重要的 那我里面其实这个资料也都被我整理的非常干净 可是我刻意手工做了一个空白的资料清理案例 还有数值跟文字数值清理的时候遭遇的问题 希望来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下 那更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要做资料分析嘛 资料分析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两个以上的档案 如何合并在一起做cross-join以及查询的分析 还有例如说我现在我已经算到2020年的资料了 我心不希望2021年直接把资料喂进去 2021年的资料喂进去之后 我资料累积进去了 结果是不用重新再算一次 这都是以前大家反正新资料我就重新算 那今天我要教各位 其实新资料是不用重新算的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但是你要按一个按键 就是资料全部重新整理 这已经是一个按钮的工具了 那稍后我就会花一些时间来跟你们介绍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 今天我们上课会用到这个范例下载 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请各位下载这个范例 HTTPS我想没有问题 冒号前线前线 接下来后面这个单字 其实GOO.GL 其实它就是Google 它就是Google 只是它把它改写了 Google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数字 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无穷大的一个数字 就是Google 那后面这个六个字母 就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有分大小写 MPZ 大写的R 小写的X 跟大写的T 因为这是Google 它提供出来的懂文字 所以我只能使用它所提供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到这个地方 那范例 这边是范例下载 那我的讲义你们都有了 所以我就不另外提供了 好 我们就先来到这个网址来去下载范例 所以如果下载范例呢 麻烦请先打开 用我给各位的范例是放在网路上 所以请先点选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请在网址列这个地方 请点一下输入 HTPPS 冒号 斜线斜线 go.gr 斜线 YTZ 大写的R 小写的X 大写的T 这边稍微等一下 不要打错字 记住哦 这两个字母是大写 我分大小写 请各位 请各位注意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你下载的地方在这里 3月24号 那接下来 我刚刚 对不起 我先回到刚刚那一页 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点好这个范例下载之后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资料夹 请注意是两个资料夹 那我都分别把它压缩起来 好 因为取得档案这个地方 有新的一个做法 我希望说你们了解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简单的讲一下 销货与退货之间的关系 好 那如何下载它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资料夹 这个压缩档的左上角 左上角 现在几乎都是左右两端 右上角来去找相关操作的一个功能按钮 所以点选左上角 点一下 它就下载了 再来右边 右边这个图示的左上角 请点一下 这样你就下载了 可以吗 好 你不要点两下 点两下就是下载两次 那可不可以点四下 可以 但是不需要 可以吗 所以滑速点下 点两下都是不一样的意思 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因为是压缩档 所以请各位学一下解压缩 我们就先把这个画面关掉咯 好 请关掉所有的视窗 好 接下来呢 我下载下一个范例 请到资料夹 请点选我的电脑资料夹 在最下面 请问一下 刚刚我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所以点选下载这个按钮 应该没有问题吗 好 接下来 不要这样 等一下都会讲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先做解压缩动作了 因为请问以下 支不支援解压缩 不支援吗 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解压缩的软体 那微软公司的作用系统 它当然就是用WinZ 所以滑鼠右键 首先你要打开档案总管去下载 为什么去下载 是因为我们刚刚是从网路上 把档案抓下来 点选下载之后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消货与退货 这两个压缩档 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 因为我跟你的电脑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都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解压缩全部 也可以用7zip 好 我比较 对不起 我比较倾向建议你 你就直接点这个解压缩全部 点选解压缩 好 回到上页 刚刚做了消货的解压缩 接下来 现在你继续做退货的解压缩 一样选择解压缩全部 然后点选解压缩 好 回到上页 所以你这样就完成了两个资料夹 好 那在这两个资料夹 这两个资料夹 一个叫消货 一个叫退货 请如果说 你们想象一下 假设在一家公司里面 我们是不是会有消货 把货品销售出去之后 他可能就会有客户不喜欢 不满意 或者其他的理由而产生退货 那通常我们要去做资料分析 我们当然会先分析出来 各年的消货是多少 以及退货 各年的退货是多少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当然 我们就会期待再进一步 再分析更多的 举例说 为什么会有消货 消货是逐年增加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它产生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货品 货好增加了销售 增加了退货的上升之类的 那之后我们再讨论 但至少现在 我们要先建立这个基本的观念 你们在使用Excel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两张资料表 要合并在一起 来去做查询 交叉分析 需要吧 有听懂 那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去看一下 各位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消货资料夹 请快速点两下 打开消货资料夹 消货资料夹 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档案 有两个档案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拿到2013年到2019年的消货 接下来经过时间的一个改变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拿到2020年的消货资料 再来2021年的时候 2021年年底 我们可能又会整理出来2021年的消货资料 2022年年底是不是又会再整理出2022年的消货资料 他就一直增加进去 既然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 我一直把资料 移进去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 可是你在2013到2019年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算完了 算完了以后 你稀不希望2020年你只是把资料移进去 你的已经做的分析器 用以上已经产生的分析器 直接拿来应用就好了 对不对 只有一个同学说 对 但其他同学都不同意了 还是你们到2020年 没关系我时间多我就重赚 很难吧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光这个地方 就已经让很多人 很多人 因为为了要达到这件事情 怎么做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用另外一种 以上的一个方式 不可以直接打开这一个档案 你要开也是应该说 我要想办法开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我开这个资料夹里面 假设我到2021年 我拿到2021年销售资料的时候 不就想办法把它放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后面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开启Excel了 第一件事情 因为Excel它已经放在这个地方 如何开启Excel呢 请点选最下面 这个应该叫做Windows开始列的Excel 点一下 但是我坦白说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方式是这个搜寻 因为你要知道一部电脑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软体 而且我希望你们慢慢的一定要学会GPT 了解吗 真的TrapGPT 我觉得可以取代老师很多的工作 老师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解惑吗 你们在学习以下的时候 是不是会遇到学习上面的问题 是不是叫问老师 以后就你可以直接问TrapGPT 它可以告诉你 很多老师可能都没办法 立刻告诉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会希望你们了解 以后你干脆就直接问 所以这个搜寻一定要会 其实这就是电像 这个微软公司也在做它的类似ChampGPT的软体 好 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输入Excel Excel 好 那你输入了Excel 其实也就是跑出来这个 我是要特别告诉你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Excel是2016 可以吗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 现在2019还有2021都已经上市了 今年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2023年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今年年底 它会不会又出2023版 或是2024版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现在所使用的这个Excel的版本 是Excel2016 好 请点它 他说Excel目前不是明检视 好 请问一下 通常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视窗一定有一个关闭 所以无关你选择是或否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如果连看都不想要看 就直接点关闭 它只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档案类型 你还没有定义 是不是以Excel来开启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是 但是假设你下次来上课 你又再重新打开Excel 它电脑系统会整个还原 因为我们这边有备份 有还原机制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选是好了 算了 你选了它又告诉你要去别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开启一个空白的火业部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 以前我们都是教开启旧档 对不对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在这个地方 资料 资料 我们的资料 我们可以来自 请点选资料 因为我们现在要先取得 把那个档案取得进来 好 资料底下 是不是有 从ASIS 从Wave 从文字档 从其他来源 有看到吗 好 各位 我刚刚给你们的 不是以Excel档 是以CSV 文字档 看一眼 这个是副档名是CSV 可以吗 我给你们的都是CSV 好 来 回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字档 但是我给你的很多档案 对不对 你是不是希望说 你是不是希望说 我来就一次把整个资料夹 所有的资料都读进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说从其他来源 对不对 从什么 这就是指说 假设你的资料 是来自于像其他的 其他的叫做资料库 好 那为什么他先放SQL Server 因为无论公司的产品 当然 他是放SQL Server 在第一顺位 好 那其实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是2016版 2016版那个时候 Cloud云端的概念 还没有这么强 知道吗 如果你使用后面的 如果你使用后面的 就是Easeal 2019 或Easeal 2021 它这边又会多出来一个叫做Azure 微软公司的原因 它叫Azure Azure是什么意思 那你们知道H是什么意思 会使用就好了 是吗 Azure是淡蓝色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取淡蓝色吗 因为早年有一个机器人 他叫森蓝 他战败了人下围棋 那台机器人叫森蓝 好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边 我们不是来自资料库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这些我都不要选 可以了解吗 如果你只有一个档案 我建议你 你选择文字档 可是如果你是Easeal 如果你刚好你拿到是Easeal 那我也建议你要从这边选 知道吗 新查询 从档案从资料夹 有听懂吗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一口气为了要把资料夹里面 所有档案都叫进来 请问我能不能把那个 交售资料表 就是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交售资料表放在这个 交售资料夹里面 我又同时放 外货资料表 放到交售资料夹里面 可不可以 不行 不可以 一定要记住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因为这是电脑它基本的一个要求 好了 来 从资料夹 一 请点选资料 二 新查询 三 从档案里面的从资料夹 点下去完毕之后呢 麻烦请在这边 透过浏览的方式去找 大家找的路径应该都一样 都是 请问点选这个浏览 完毕之后 请问你要找下载会在什么地方 下载是不是在本机的下载的交售 交货 可以吗 你要点完所有的资料夹 确定 很特殊吧 请问以前你都是用开启就档 我现在教你真的不是 这样了解吗 我只希望你们要有机会听 正确使用以资料 而且我们这是入门都是颠覆你 原来以资料是要这样子使用 接下来我必须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的英文名字很有名 只是翻成中文就很奇怪了 它叫查询编辑器 它的英文叫 Power Query编辑器 Power 就是有力量的 很强的 Query就是查询了 Power Query Editor 好 查询编辑器 接下来呢 请问一下 我这两个档案 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记录 全部都叫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记录在这里 请点它 请点这个叫展开 但是这个属性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麻烦请点这个就好了 Content Content 的展开 请看一下这个图示好不好 到2019年 它就不让你按这个展开了 它就自动帮你展开了 当你点了这个按钮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可是你做不用花太多 太多力气去做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 它帮你做了什么事情 请问这样子的一个开启档 还没有结束 但是你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个资料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资料 它是在Excel里面 还是在Power Query编辑器里面 它在编辑器里面 它不是在Excel里面 这有什么好处呢 是因为我每一次我把这整个资料 讲里面的所有档案都会先跑到这个编辑器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编辑 编辑之后 留下留下来这些编辑的记录 下一次假设你有新资料放进来 它又可以到这个编辑器里面 重新再跑一次你曾经做过的资料编辑 这样子的话你以后你按重新整理 其实就是在重新做这些编辑的动作 可以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好了我们现在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我要点选的是 这边有一个首页首页的第一个按钮 叫做关闭并展入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看到所有那些档案合并在一起的画面 听得懂吗 以前你假设你有五个档案 你是不是先开第一个档案 对不对 标移到最下面 接下来再开第二个档案 全选之后复制贴过来 请问你刚刚有没有在做这件事 没有了他都帮你做完了 有听懂吗 但他只要求一件事 你的栏位名称一定要一模一样 有听懂吗 而且你觉得这个要求过不过分 不过分对不对 好 现在比较多人愿意配合点头支持 听懂我的回应了 刚刚从原本就疑问 有听懂吗 真的请问一定要知道 真的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不可以再用开启就档了 了解吗 好 你放心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做一次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一个观念 我们以前真的假设我有 我2013年我做完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2014年 我又用开启就档去打开2014年 对不对 你开启就档之后 你就会想办法把2014年的档案 这个新方法 可以吗 好 这真的是从2016年以后才有的版本 接下来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叫做 叫做什么呢 现在这一张资料表 它的你叫进来 它真的它叫做查询一 我不喜欢这个查询一 以前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查询 查询我们一定会做什么事情 定义一个范围 把它的名称定义 那现在我希望这张资料表 它的名称叫销售 可以吗 否则的话 它如果表格的名称叫查询一 你到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查询一是什么 查询二是什么 查询三是什么 所以我直接就叫销售 好不好 现在你游标是不是在这个表格 现在是全选这个表格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这边有一个查询一 只是我不喜欢查询一 这个名称 所以我把这个查询一 这个表格名称 有看到吗 现在它会自动游标 它是落在这个资料表工具 这个设计的第一个 叫做表格名称 请把查询一改成销售 就把那个查询一三个字 删掉改成销售 可以吗 这等一下我们要用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请问一下 这个资料表 我刚刚说 我未来我的一个分析 希望什么 是销售家退货 一起做分析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一个档案 这一个已是要档案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叫进来 所有退货资料夹下面的所有档案 对不对 这样有听懂吗 那以前你是不是又又是 把每一个已是要档案 开启救党之后 一样把它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新增一张工作表 对了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请把这个工作表2 快速点两下 好不好 改工作表名称叫销售 你们等一下混淆了 来请把工作表名称 重新定义为销售 销售 你们等一下混淆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一张资料表 其实我们先做一下基本的检查 好了 请问你把这个资料 全部都汇入进来了吗 这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一件事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按照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区分 它是2013年到2019年 已经2020年的档案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确认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2020年的资料 你看知道它有2013年的资料吗 请问一下 你怎么判断这件事 排序一下是不是就好了 好了 麻烦请将邮标移到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常用排序 麻烦请将邮标移到订单日期 任何一格都可以 请点选常用底下的排序 我们当时从新排到旧 这样我就不用卷轴的拉到最下面去了 所以我们从新排到旧 有没有看到2020 12月31号排到最上面去了 所以这说明一件事 我们系统已经成功的把两个档案 合并在一起了 可以吗 好 可是我们正式在使用的时候 因为是人来使用这个查询结果 建议还是要把订单日期 按照由旧排到新来去做排列顺序 这是业务人员操作的方便性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一个资料夹销售的资料 通通都已经放到这里面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要继续 可不可以他再把第二个资料夹里面的 所有资料都叫进来 可以 对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咯 这样了解吗 我能不能再 再先问你们一个小小问题 请问你 销售资料夹里面的所有资料 能不能再一次的再叫进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高兴叫5次叫10次 你随便 他反正一直新增工作表 对不对 你刚刚都已经知道就查询1了 那能不能叫销售2 销售3 可以这样 有听懂吗 要这样子才叫正确的 会使用资料 真的 你们没有这样使用 那是因为 时机还没有到 这样了解吗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使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取得 退货资料夹的所有资料 好 他不是用开启就当 所以我们再带各位做一次 请问第一个动作要点什么 资料 跟刚做法一样 只是换路径 新查询 接下来 从档案 从资料夹 接下来请点浏览 浏览里面的本机下载 退货 退货 确定很好 接下来一样点这个 content 可是这边请容许我稍微解释一下 稍微解释一下 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说每一个这个档案 我是不是说你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可能会有两个三个十个一百个三百个一千个档案 对不对 有可能吧 你都不知道 那当你我用这个Excel去把三百多个GSV档案合并变成一个 我只花了大概五分钟 那生物学家他眼睛瞪多大 你都不知道 他就觉得说他要付我多少钱 让我去写一个什么程式 把他解决这一个偏大的问题 真的是他看到都傻眼了 好 他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里面不管你有多少 可是 你是不是要合并到一个档案 为了要合并到这一个档案 你知道他那个栏位他做了多少的检查吗 了解吗 例如说这个栏位里面他是放文字 他多长的文字 他是哪一年什么时间放进去全部都记录在这边 只是你不用了解到这么多而已 你只要知道现在你只要点这个展开钮 那你怎么说这个content的展开钮 有看到吗 两个往下的箭头跟一条横线 这个横线就是什么 资料表 可以吗 为什么画两个 因为你会有很多个资料表 请点content右边的展开钮 好展开了以后呢 请问一下这里面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里以后是谁要来当做key被查询 好 因为我们是不是未来会希望计算什么 计算说有多少销售 有多少是退货 我们是不是要计算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里面会当做key的是不是订单ID 可以吗 而且这个订单ID不会重复 同意吧 它会当做是key 来帮助我们去做资料查询 同意吗 而且是谁查询谁 应该是我们要把这边的资料查询出来 退货的资料查询出来 放到哪里去 销售的后面 可以吗 我要告诉你 你今天所有的操作通通不难 真的就是按几个按钮就做出来 连包完枢扭分析 可是我只是希望说 你要听懂这整个正确使用的方法 可以吗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把他的key搬到最前面去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未来我是不是要去做查询比对 对啊我要做查询啊 我要在销售那张资料表里面去查询 查询说哪一笔订单有退货 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要把key搬到第一位怎么做 所以你要先知道key是订单ID 滑鼠右键请点它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移动到开头 好了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样做 那就请你按住订单ID 拖曳到最左边也是可以 可以吗 是不是就放进去了 是不是就移到最前面了 好这两个方法都可以随便你 麻烦请点选走页底下的 关闭并载入 好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这张工作表 它的一个表格查询名称 叫查询2 先把它改成叫退货好不好 退货 可以吗 请把它叫退货 还有工作表的名称也改一下 工作表3 请快速点两下 改成退货 各位 工作表名称等于表格名称 这是为了方便我们解程式 解设计 可以吗 这只是为了方便我们设计 那请问一下 一张工作表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表格 对不对 对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未必工作表名称 就是表格名称 只是我建议各位 不要让自己很混乱 我建议一张工作表里面 可以增加到64次方 已经不是25 不是2的8次方了 已经可以增加到 应该是2万多张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这边也要稍微检查一下 我们的退货日期 所以一样 游标移到退货日期 我们新建立一个排序 常用 我们这个开始 我们先从旧排到新好了 这边是2013年1月19号 那再排一下 从新排到旧 是2020年12月31号 所以这代表说 这一段期间 2013年到2020年间的 一个退货资料 是不是都读进来了 可以吗 好 我们先把现在 好不容易已经有了 这两个资料夹的 所有资料的以色谣案先储存 所以第一次存档 我们就直接点储存档案 储存档案它放在左上角 接下来我个人 我希望你们存到低磁碟机 因为C碟会重新启动就没了 可以吗 我们的C碟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麻烦请先透过浏览 放到低磁碟机 各位大家一起点选 左边的低磁碟机 我个人是喜欢用消货与退货 哪一天做分析2023年的3月24号 好 因为我们今天上课可能会分 会分成四段 所以我会存四个不同的档案 以方便同学到时候问说 老师你 你可不可以提供给我 例如说第一段的成品 或第四段的成品 这样了解 好 来存档 当然是存成也是要档 储存 好 第一阶段的取得档案 还没有讲完 剩下今天课程 我放在讲义最后面的一个重新整理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我现在马上就要讲下课 最重要的一个重新整理的观念 我现在必须要立刻告诉你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假设我今天我拿到了新的年度的资料 我是不是要放到那个资料夹 对不对 所以我的所有的资料 经过重新整理 他就整个处理完毕了 我们是不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再讲一次 那因为这边要先听懂我现在要做的 为什么要做重新整理这件事 好 不好意思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首先 这个档我就可以关掉了 你应该记得住 它里面是不是从2013年的 教授的2013到2020年的资料 都在这里面 对不对 退货的资料 2013年到2020年的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好 可是呢 而且我都已经指定好路径了 它的来源这些都已经指定好了 可是如果说 我有新年度 我有新的2021年的资料 我来了以后 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放进去 对不对 我只要放到这个资料夹 我在开刚刚第一次跌进那个 以资料 我是不是就重新整理 它应该就要出现有2021年的所有资料 对不对 我会希望这样子 大家都希望吧 那因为我现在没有2021年的资料 可是我有2020年的资料 我先把它删掉 对不对 我从这个资料夹搬移到别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再去按 我打开以资亚档案 重新整理 它应该中所有2020年的资料 你们说对不对 要理解吧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吧 你不能每天都在那边一直重算 每一年都在重算 每一季 我跟你讲 我去帮一家科技公司 它是每一周 他请了好多人在那边做这些事 我说可不可以自动化 如果真的你要每一周都重新做 那我写VBA 后来我想一想 不对啊 你应该是我写完这支VBA 以后就不要再找我来去写这件事了 他说不行 我说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每周都在重做 他每周都在那边重新做自动整理 我说不对 这样子的使用方式真是错的 你应该想办法改 开启档案的方式 好 我们现在就来教你 我们先把 我没有办法先创造2021年的新资料 对不对 可是我可以把本来这个资料夹里面的部分档案 我先搬到别的地方去 好 一样搬到低尺别机 来 现在就要换你了 你要跟我一起做 因为搬移这个我觉得 剪下贴到别的地方而已 好 现在我们请先到这个下载 那以资料档案关掉了 来以资料档案先关掉 接下来呢 麻烦请把这个 这个档案总管打开 档案总管打开之后呢 麻烦请把交货 交货下载交货 请把这个2020不是删掉哦 是剪下 剪下 请贴到低尺别机 好不好 请先贴到低别 请先贴到低别 可以吗 剪下贴到低别哦 接下来麻烦再回到刚刚的下载 退货 退货里面的退货2020 一样剪下贴到低尺别机贴上 可以吗 要做就一起做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就要重新打开 这个以资料档案的 刚好在低叠嘛 所以来直接打开 消货与退货2020 2023-03-24-1 直接点选确定 这边出现一个安全性警告 没关系 你就直接点 启用内容 好 各位 各位 这边现在退货 有没有看到2020年的资料 有吗 来消货 请到消货 一样我们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这个叫做 由新排到旧 订单日求由新排到旧 请问现在都还有2020年资料 对不对 好我们来见证奇迹 这个时候要按哪一个按钮 你一定非常想要知道 这个重新整理在哪里 在这里 请问你觉得重新整理会在哪里 哪一个功能标签 在资料底下 你资料取得是不是在资料的新查询 对不对 有看到吗 所以它的隔壁隔壁鄰居就是这个 全部重新整理 请点它 你再等一下看一下 2020年的资料 就会不见 请问有点重新整理了吗 有了吧 好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2020年的资料不见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油标你放在 这个是退货吗 退货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重新整理之后 为什么它又跑到那个 我刚本来是在销货 你们想不想去多了解 这些背后的机制 刚我也可以不讲 可是很多人 就是因为这个不了解不了解 就变成通通都不了解 你有没有想到 刚刚本来我不是在销货吗 怎么又跑回来退货 对不对 那是因为 请问我查询 我写完后台那个power query 编辑器 我是不是最后写完的是什么 是不是查询2 退货 对不对 我是不是说 当我今天重新整理 其实就是查的资料 所以叫回来 它是不是要重新去跑 power query 编辑器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这样听得懂 你们可以理解吗 如果你去听我网路上的影片 真的我觉得这些是很有良心 要讲出来的话 结果就被一些网友说 我是画牢 好了 可是你们有听懂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 你看哦 在退货 退货 那我们按照排序 由新排到旧 有看到吗 只剩下2019年 对不对 那个就没有2020年了 接下来销货 一样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你都要检查 一样游标 放在这个订单日期 排序 由旧 由新排到旧 有没有看到 也只剩2019年12月31号了 你们满不满意 满意吧 谢谢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难 而且这真的是 最基本到不行的 一定要知道的观念哦 因为简单的说 这就牵涉到开启旧档 你看我从 从都到我到现在都没有讲 开启旧档 好 来我们现在这个档案 你又可以储存 关掉了 来直接点储存关掉 好了 我现在要请你把 你先不要做 先看我做 我想做一个 因为我累了 我把退货资料搬到什么 2020年退货资料搬到 销货资料夹里面 它又会产生什么结果 听得懂吗 你觉得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会呀 我跟你讲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但这件事我不请你们做了 只有在累的时候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真的 什么问题都会遇到 那到底以上 他又会怎么样成功的 或者是他就直接荡在那边 或者是他到底会出现什么状况 这应该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好 所以只要我做就好了 你不要做 好你就看我做一下 首先我把交货剪下来 算我不用剪 我先用复制好了 复制 我是交货2020 我去贴到退货资料夹 退货资料夹这边 你从名称上面就可以知道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再做 其实这是一样的意思 好 我再把这个退货2020复制 然后贴到下载里面的交货这里面 所以你从名称上应该就知道 其实它是两个栏位名称 一定不一样的资料表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一样还是按照刚刚跟你们分享的方式 一样重新把它打开 重新点资料底下的全部重新整 可以吗 这是不是你们希望的 你们一定要 假设当今天那个资料表里面 有资料是不一致的栏位的时候 它一定要出现这样提醒 但是你看不懂它到底在讲什么 对不对 它告诉你什么 找不到资料表的资料行ID 它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可是你根本就看不懂 那我希望说你这个时候 你稍微静下来去想 你看行ID 是不是这一个 它的意思就是说 另外一张资料表 叫退货资料表的第一个资料 栏位名称 行ID它找不到了 可以吗 好了 我要关掉了 接下来我赶快把刚刚下载里面 退货 退货里面的销售减下 贴到哪里去 贴到销货销货这里贴上 再把这里面的退货2020减下 贴到哪里去 贴到货退货的这个地方 可以吗 我再重新去打开我的第一磁碟机 然后资料全部重新整理 接下来呢 我现在是不是在退货 请把这个常用排序 由新排到旧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还有销货这边 并单日期 从